及18名业者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他们的租金就要高达五千元 等于是这么一组 那么就浪费了大概六十几万 那么今天市议员就说 难道这些桌椅是香黄金的吗 不然怎么会这么贵 陶市长斥资千万元 盛大举办台北设计晚宴 但真的需要这么贵吗 台北市议员踢爆 光是晚宴桌椅 就比市价租金多一倍 旗开两百多桌 居然台北市政府就补助了桌椅 就一百三十六万 那台北之业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在桌椅这个部分 就冲高了灌水了这么多数字 那台北市政府 前来是做攀纳 把钱给了工业局 然后工业局随便给厂商发包 一张雁客桌 市价租金四百元 但北市府租了七百零九元 价差快一倍 而餐饮市价两百元 北市府的竟然要租三百五十五元 品质真的比较好吗 套上一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北市府的千万碗宴光是所有桌椅租金 就比市价高出六十万元 现在马英九在提倡黄金十年 那台北市政府这样撒大钱 难道这些桌椅都是黄金的空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劳务的采购 所以是整个同胞的观念 里面包含了软体硬体跟所有的制作设计 那所以并不会针对每一个细项去做分析 逐一细项摊在眼前 北市府买贵了还要强变 炮市长下次办活动 应该把事后辩驳的力气 拿来货币三家开源截流 才会是台北市民的好公仆 蔡英文连续五天都在新北市来